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女人是否天生購物狂呢? 我不能否認 因為有時我們買東西上來 真的可以給1000個理由 不過公平一點這樣說 男人都有心頭號 買的東西可能是玩具 股票甚至是車等等 你說回女人的心頭號 一定是手袋或是鞋子 說回鞋子 其實明知道會穿到腳痛 但就是要穿的 紅代琳這日所穿的長boots 來頭也不小 阿Lin 紅代琳和謝天華 這日出席一個鞋裡品牌活動 阿Lin穿了一雙價值15萬的長虛現身 雖然很漂亮 不過她都說這雙鞋這麼貴 壓力很大 日前有報道指 郭富城給了家裡鎖匙 展開二人同居士分的生活 不過阿Lin已經否認了試分這個傳聞 記者朋友都很關心 因為最近就有一些試分的傳聞 其實都想知道阿Lin說 如果真的有喜訊的時候 會是秘密 還是會跟我們公開的 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天的話 如果大家要問起我的話 我一定會認的 早前有雜誌指 謝天華和太太因為生嬰兒的問題 不停而吵架 天華雖然已經在微博上 怒斥那本雜誌炒作 不過這日她說這件事的時候 都表現得有點生氣 雜誌指 你可能都會說 你做得藝人就做得給我寫 沒錯我預料是這樣的 但是我只是預我給你寫 我沒有預預預我家人 給你這樣寫 寫到這樣的話 也有點不開心 所以我覺得我身為 我覺得我做一點都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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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都不錯 與其炒作藝人的家事 不如多點留意 他們在工作上的努力和付出 相信這樣他們會開心很多 韓國人氣女子組合 來到香港現探 載個宅務熱爆群場 合運誌言賈寶玉 慶祝入行十周年 好友BOBO先生支持 令和謝天華出席活動 天華被師隊撞到眼角掛彩 熊丹林謝天華日前出席目 義大利品牌旗艦店的剪裁活動 所謂人紅當旺 這天謝天華竟然被武師中了眼角掛紅了 看見我眼角那邊有一點傷 就是剛剛那個獅頭武師的人 他太頑皮了 他跟我太近 所以他在我身上武師的時候 跟我這裡有一點點碰撞 但是無所謂啊 今天是高興的日子 所以我要看看他這個獅頭 看看他有沒有事 可能他比我尷尬 才算得更厲害 完成潛行狙擊劇集之後呢 天華在九月份將會繼續開拍 跟拉平哥有關聯的電影 九月份會開那個電影 這個電影也是關於拉平哥這個角色 也跟前行狙擊的劇編的故事 最後的部分有一些關聯 有一些關聯 有一些關系的 所以觀眾可以一直去看下去 就會知道電影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真的謝謝大家 最近的前行最近的反應非常之好 非常之火 在這裡真的謝謝大家 因為一個電視劇能夠有那麼多人喜歡 那麼多人去看 這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也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狀況 所以真的謝謝觀眾 喜歡前行狙擊的觀眾 還有網上的朋友 謝謝你們 除了謝天娃之外 熊戴玲也晉升電影演員的行列 下半年 Lin也有一部電影開拍 究竟是怎麼類型的電影呢 現在還不能說 但是會希望給大家一個 再有一個新鮮感 那會更加努力的去做好每一個角色 之後如果能講的話 一定跟大家說 對於亭峰跟國芝的離婚聯合聲明 Lin都略知一二 她還覺得金童玉女的美滿組合 最終都離異收場 而大感可惜 都蠻可惜的 畢竟他們經歷了很多 才走到一起去 而且我覺得兩個小孩子 都蠻可憐的 不過我應該尊重當事人的決定 雖然如此 Lin對婚姻依然充滿憧憬 早前有雜誌說 Lin跟郭富城最近偷偷試婚 她當然要澄清一下 完全沒有的事 沒有這回事 是溫 沒有 沒有 謝天華紅代林出席活動 人氣高企的天華 不信被現場座慶的武師 撞傷眼角 謝天華和紅代林出席活動 大會為了隆重其事 還特別安排了武師坐陣 不知道是否天華飾演的 因為拉繩sir太有魅力 連一隻屍都很想埋他身 一個不小心 就撞了天華的左眼角 搞到他受了少少傷 剛才武師的朋友 因為他們太過肉緊 太過百厭 在我身邊 武師的時候 我和他的獅頭 大家對撞 果然 他的獅頭也很硬 但我的頭也不弱 我一會去看看獅子 有沒有撞損 我自己擦損了 其實沒所謂 因為我們平時拍戲 或者拍電影的時候 都有動作場面 有時難免都會弄傷 其實這些小小的傷 都不算是大不了 天華真是很受歡迎的 不止是香港有很多fans 早前他去到廣州做宣傳 都吸引了很多人蜂擁而至 而差點撞跌他 可能因為天華這陣子人氣太旺 連雜誌都有不少關於他的報道 其中一篇就令天華很生氣 家欣報道說他因爲生育問題 而和太太吵架 天華已經幾番直戚報道失實 不過他又會不會考慮採取法律行動呢 我相信今時今日 在香港的社會裏面 採取法律行動 不會是一個太有大作用的一件事 尤其是對我們的藝人 或者星頭市民來說 作用不大 反而我希望靠著一些網上的朋友的力量 讓大家多些人知道他們的 他們的那本雜誌的作風 可信程度有多低 盡量在那些途徑裡告訴其他人 讓大家知道哪些周刊可信性好些 哪些周刊純粹是娛樂大眾 得淡笑 同場的Lin自稱酒量一向都很淺 所以幾天前 她和朋友喝完酒之後 逐逐不舒服幾天 還搞到要在家裡閉關 不過見到她這一天全成笑容滿面 心情大靚 難道因為有好好好朋友 國富城照顧 所以這麼快好回來? 成省有沒有照顧你 或者買些東西給你吃 沒有她不是在香港 我自己在家裡就可以了 所以你自己照顧自己就可以了 有沒有打電話問候你 我都是公司的同事 一直打給我 問一下我有沒有好一點 成省不知道有沒有打給你 但你有沒有打給成省 恭喜她 她在上海的賽車賽 就拿了兩個冠軍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知道 有沒有恭喜她 都有 技術越來越好 是啊 會不會有些慶祝活動 我不知道 她好像很忙 Lin提起成省就甜思思 相信平時她和成省都相處得不錯 所以大家都很想知道 她對近日 傅詠青被前男友 羅仲謙暴力對待的事 有什麼看法 Lin還大方分享了一些 她和另一半相處的心得 還不忘大讚成省這位好好的好朋友 我覺得 在這些情況下 就愈有冷靜 才可以解決問題 大家兩個人相處要尊重 以及要禮貌 你覺得成省的人 是否都是很禮貌 她很有禮貌 很柔軟的 即是你們如果爭吵架的時候 都不會 爭吵架 你們都很冷靜的 你爭吵架的時候 這些就 太什麼了 你還不說呢 都會不同 大家都是溝通 都不會為主的 我想人與人之間的相處 溝通是很重要的 非常難聽 非常難聽 感谢观看